大家好,这也是游戏废人 PUX在8月22日的开发者专栏公布了可能改卡池的消息 目前还没有确定方案,但已有提出两种可能 第一种,新增几率较低,保底需求较少不会歪的辞职 目前规划是0.2%基础几率,综合几率1.2% 70抽开始几率提升,保底最高次数110抽 此外每抽满165抽会送随机常驻 另一种是几率较高,保底需求较多不会歪的辞职 0.4%基础几率,综合几率1.2% 70抽开始几率增加,125抽内必中UP 同样抽满165抽就送随机常驻 而原本的契约池为持,综合几率1.8% 80抽保底,小保50%几率歪 其实三个辞职的差别就是感受 一个是抽了有50%几率歪 一个是抽需求较多但不会歪 损失的小保歪长柱每165抽补给你 大家会选择哪一个呢? 不过不管选哪一个 对游戏公司来说,玩家的花费期望都相同 也因此改变的 其实就是玩家抽卡的感受而已 不管什么游戏 玩家一定都希望不花钱玩爽爽最好 但没人花钱游戏又经营不下去 实际要多少钱才能活 每个游戏又都不一样 不如就来聊聊哪一种抽卡消费方式 大家感受会比较好 顺带一提 送的多与需求重复抽数少的游戏抽卡体验 虽然会比较好 但也代表策划容易失卡 逼玩家抽新卡 抽卡体验并无法等于游戏体验 也不代表卡时份 游戏就一定比较不好玩 讲到抽卡 当然要先搬出我们的宇宙神游FGO 0.8%重UP 330抽才保底 当期五星期望抽数125抽 过去更是连保底都没有的强者 在一般玩家的感受中 至今在二游人傲视群雄 虽然单论抽卡 天堂0.086%红便更愤 但毕竟类型差太多 天堂你就算是欧洲人 无刻抽到红便也是被打成狗 因此这就不在我们抽卡二游几率的讨论范围内 FGO一单台币2390 167颗圣经石 30一抽一单约55抽 每10抽会送一抽 可以算60抽 330除以60等于5.5 保底价格约13145台币 期望价格为4979台币 接着算大家比较熟悉的新铁 0.6%出五星 小宝一半几率歪 但通常80抽内就会出 当期五星期望抽数93.44抽 一单3290台币有8080古代梦华 8080除以160等于50.5抽 最非的情况160抽才出 保底价格约10423台币 期望价格为6087台币 不过新铁可以跨区买 一单约2500台币 保底价格可以压到7920台币 期望价格则为4625台币 虽然都比FGO低 但FGO一个假设毕业 需要抽六支 新铁需要抽七支加五个光追 这样算下来除非是超级非洲人 FGO都抽到330抽才出 要不然FGO抽满一个角色 反而是比新铁便宜的 再来明朝 0.8%出五星 小宝一半几率歪 80抽必出五星 68抽后才几率提高 所以一般约75抽左右出 保底一支当期角色算150抽 期望抽数为83.33 石头价格与数量跟新铁相同 加上同样可以跨区日币买 因此保底价格为7425台币 期望价格为4125台币 当期限定最多可以从商店换两个突破 虽然单靠抽一支角色 珊瑚应该是不够换两颗 但还是先算可以换完 因此明朝毕业需要的是 抽五支角色加五把武器 加上武器不会歪 相比新铁便宜很多 但毕业期望价格还是没有比FGO便宜 接着比较特别的 雷斯莱利亚纳练金攻防 在近期二游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抽卡系统 这要说我会玩不下去的问题 反而是他的战斗系统以及读取时间 角色与回忆混持 三星角色几率4% 通常双UP 但UP的角色几率 单只只有0.5% 两只加起来就是1% UP回忆几率也0.5% 一单2400台币 有6000付费星岛石 1200免费星岛石 要注意付费以及免费的价值完全不一样 其他优惠礼包会多给免费星岛石 但不会多给你付费星岛石 他的卡池有分成付费抽以及一般抽 一般抽为10抽3000星岛石 可以获得11个传说币 150个传说币 可以自选任意一只出过的角色 就算他已经卡池结束了 你都可以选 而且角色与公主连结一样 可以每日浓碎片 回忆的突破材料也能靠浓的 因此毕业只需要抽到一只角色 以及一个回忆就好 每个卡池会有付费时阶段抽 每阶段为 两次只需要1500付费时的10抽 一次给6传说币 每抽完两次会送免费10年 没有传说币 免费10年抽完就为一个阶段的结束 共可抽5阶段 也就是150抽 获得60传说币 总花费15000付费时 算雷斯莱利亚纳的炼金工坊 比较长出石头优惠礼包 但我们还是用基本实际算 15000付费时等于2.5单 2.5单刚好又有3000免费时 3000免费时抽一班 又可以获得11个传说币 也就是2.5单可以获得71个传说币 用最省的抽法 付费时都只抽付费池 保底价格约12676台币 虽然比星铁还贵 但现在出角不影响保底 而且抽到一只就毕业 人物对回忆的需求也不高 应该是近期抽卡系统中 个人比较喜欢的 毕竟你真的抽到保底 中间有可能再多外到好几只的三星角 也可以当成保底抽数比较少 又有优惠池的公主连结 公主连结是因为石头瘦很大 玩家才感觉佛 真的临时要抽到保底也是很可怕 别问我为什么知道 我星头陆坑有磕到公主连结200抽过 超可怕 当然比起系统 更重要的还是价格 每个人对磕金可接受程度都不同 像以我自己大概是一个月 1万以内花在买游戏完全没问题 真的有很想要的角色 大概捏一下 上2万还行 目前会觉得比较能接受大概就是 炼金工坊系统如果可以把保底价格 压在1万以内套到其他游戏去 那我就会觉得是一个还蛮合理的价格 当然另外一个我更喜欢的 应该就是龙族拼图 直接当期大奖日币3600就能值够 因为台币800块就能买到 而且还有给你等量的石头 不过龙族拼图宠物都已经超过 1万1000只了 以游戏系统来说 也不好跟上述几款游戏比 就简单的带过 不知道大家觉得合理的抽卡方式以及价格应该是如何呢 也能在留言区一起分享哦 以上就这次影片 如果大家喜欢可以帮我按赞订阅分享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